不说中国的造诣工匠的精神 因为中国造诣工匠的精神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它有值得去推占的 只是说为什么这帮 这些精神没有在这百年来 得到传承和发扬呢 这大家应该都清楚啊 我觉得这应该 不应该去批判这种传统 因为它是有好的 因为古代包括很多的造诣 都做了很多很有代表性 很好的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例子 比如敦煌 敦煌的造像 还有后来的大的宫殿 我们不说的 就说像那种园林 都是做得很不错的 那包括了木雕 这种东西都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匠人精神 但是为什么在这百年来 都变成这样 我们必须去探讨 或者去 有些人或者有些组织 要为此付出 必须承担这种责任 因为历史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说 你现在就很牛 历史它随时都是一个大浪东 的一个杀着你 随时会被淘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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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